今天和大家分享作家陆瑶创作的中篇小说 也是其成名作《人生》 陆瑶在小说开篇引用了这样一句话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 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 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人生岔路如何选择至关重要 一念之间可能让你平步青云 也可能将你带入无底深渊 面对人生的岔路口究竟如何选 才能过好这一生呢 小说背景是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 以农村户口的高中毕业生高嘉玲回到土地 离开土地 又回到土地的人生变化过程为故事框架 高嘉玲与农村姑娘刘巧珍 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 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 也正是体现了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 《人生》算是路遥的一部自传题小说 主人公高嘉玲身上 硬刻着路遥自己的影子 高嘉玲是个心怀梦想的农村青年 他所在的高嘉村闭色落后 村民们愚昧无知 麻木浑恶 改革开放后 城市里越来越文明 相比之下 高嘉村越发显得落寞寂寥 则当时那个年代 充满机遇的城市 对于当时的农村青年 有一种极致的诱惑 高嘉玲一家 是高嘉村里最贫寒的人家 虽然家境贫寒 但高嘉玲是全村最有文化 最有出息的青年 在县城读完高中后 他没考上大学 于是回村里 做了民办教师 在农村 民办教师是很体面的职业 可以一边读书学习 一边赚钱养家 因此高嘉玲干得很起劲 但是好景不长 他毫无预兆地 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 高明楼的儿子 三星顶替了 高嘉玲只能回家 突然被人顶替 别说是高嘉玲本人 连他的父母都接受不了 当高嘉玲看到父母的眼泪和叹息时 准备奋起去告状 却被父母拼死拦下 他们怕日后会被穿小鞋 会得到报复 告状这事也就无疾而终 回到山区 当个农民对高嘉玲打击很大 几乎将他压垮 连续一个月 高嘉玲就窝在自己家里 过得浑浑噩噩 高嘉玲对刘立本和高明楼这两家 心里充满了怨恨 同时也发誓 以后一定要比高明楼更有出息 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一个月 一天他刷牙的时候 看见母亲正勾勒着身子 在对面自留地的茄子棋里拔草 满头白发在阳光下那么显眼 他突然醒悟过来 觉得对不起父母 庄家人哪有不出山劳动的 生活是严酷的 让高嘉玲清楚地认识到 他目前的地位 他已经是一个弟弟道道的农民 百无以用是书生 专家地理的活 高嘉玲干不了 父亲让他去城里卖魔 这使得高嘉玲虽然心里明白 不干活家里就没有收入 但骨子里的清高开始作祟 当他跨着篮子走在路上 他后悔了 他接受不了平凡的自己 无法接受一个教师 要像个大妈一样在街上卖魔 就在高嘉玲对人伤感到绝望的时候 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 创建了她的生活 巧珍和高嘉玲的相遇 场景是很美的 在八月的田野上 军南美女的遇见 和偶像剧一般美好 但高嘉玲对这个身材挺拔 气质不足的女子 没有一点好感 原因就是 她和高明楼是亲戚关系 而且这次相遇 对于高嘉玲而言 完全是偶然的 但对于巧珍而言 却是蓄谋已久的 高嘉玲接受不了 自己香巴佬的身份 虽然生活逼迫 她不得不去镇上卖馒头 可当她跨着珍墨篮子 走上了大马河川的公路上时 她仍然接受不了 自己的香巴佬身份 连一句 卖珍墨 她都喊不出来 即使 实在空无一人的田野上 在县城晃了一天 仍然没有卖掉一个馒头 失落和难堪 笼罩着她 就在她郁闷的时候 巧珍出现了 而且热情的 要帮助高嘉玲去卖嬷嬷 这个苗条的 美丽的女子的出现 让高嘉玲可是迷茫 她那么巧的出现 让她摸不着头脑 又那么热情的帮她 她更是百思不得其解 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 但是却真心真意的 爱上了高嘉玲这个文化人 她帮助高嘉玲 卖完嬷嬷的这个傍晚 两人一路并行 气氛变得很微妙 巧珍因为和心爱的男子同行 幸福得悬晕 她不知哪来的勇气 把这些年对嘉玲的爱和思念 一股脑地表达了出来 高嘉玲一边听着 一边感动起来 她没想到自己沦落到这步田地 竟还有人在真心爱她 从那天起 她们恋爱了 多年的读书生涯 让高嘉玲爱知识 讲卫生 举止文雅 一派君子风范 和高嘉玲恋爱后 高嘉玲的每句话 都成了刘巧珍的圣旨 为了讨心上人的欢心 刘巧珍顶着被村里人嘲笑的压力 坚持天天刷牙 还开始刻意打扮自己 一天能换三次衣服 刘巧珍的纯真和善良 给了高嘉玲很大的安慰 但是依然弥补不了 她内心里泛起的愁苦 对城里的生活的无限袭击 高嘉玲的叔叔 被转到向劳动局任局长一职 这无疑就是天上掉了馅饼 刚好砸在高嘉玲的头上 当叔叔手下的副局长 为了溜须拍马 私自给高嘉玲 安排了一份通讯干事的工作时 高嘉玲义无反顾地接受了 生活在一瞬间 就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高嘉玲没想到有一天 自己也和三星 抢自己教师一样 靠找后门得到了一份工作 她是窃喜的 高兴得如痴如醉 又觉得有点坠坠不安 好像在做梦一般 虽然工作得到有些不光彩 但高嘉玲是有真材实料的 她一连写出的几篇报道 深得人心 在通讯干事这个岗位上 她干得风生水起 事业上可以说是春风得意 而就在这时 她又重新遇到了 她的同学黄亚平 与巧真相比 黄亚平是一位新时代知性女青年 受过高等教育 黄亚平开朗活泼 却又任性专横 她对高嘉玲的爱 炽热大胆 又有一种征服欲 高嘉玲的确与她 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她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 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 当她们俩口若悬河 侃侃而谈时 高嘉玲已经进入了 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 巧真好几次来县城看高嘉玲 但正巧她都有事 下向采访了 这次两人终于见上了 高嘉玲看的小真 心情也很激动 巧真看她的被褥那么单薄 就是下次给她带去 她自己铺的狗皮褥子 这让高嘉玲一下子不高兴了 因为城里人 没有人用狗皮褥子 而且那狗皮褥子 跟她生活的环境 一点都不相衬 她怕被别人笑话 而当巧真给她讲的 都是些家长里短的小事的时候 她一下子觉得很失落 她跟黄亚平谈论的都是 实事政治 国家大事 那才是她想要的 她的远大报复 这种反差 让高嘉玲很是纠结 高嘉玲终于做了决定 要和巧真一刀两断 然后和黄亚平 双俗双飞 下定决心和刘巧真分手后 高嘉玲约刘巧真 在大马河桥见面 大马河桥 正是刘巧真帮高嘉玲 卖馒馒头的地方 当高嘉玲说明来意后 刘巧真心痛难意 但还是强热泪水 和高嘉玲挥手告别 抛弃刘巧真后 高嘉玲成村里 臭名远洋的复兴汉 然而 一心想着要出人头地的高嘉玲 已经顾不了那些了 而黄亚平 为了和高嘉玲在一起 狠心抛弃了交往多年的男友张克南 他写了一封分手信给张克南 然后就和高嘉玲 开始了他们高调的 现代恋爱 巧真失恋后 消沉了几天 又如白羊树一样挺拔了 而之前巧真拒绝过的马栓 又出现了 他不顾那些闲言碎语 不嫌他曾经和高嘉玲在一起过 依然还想求得巧真的爱 要娶巧真 于是巧真很快嫁给了马栓 但他心里依然爱着高嘉玲 高嘉玲正是和黄亚平在一起后 他就发现黄亚平很任性 不像巧真那么温柔体贴 在黄亚平面前高嘉玲常常很自卑 他也越来越怀念刘巧真 而工作上的高嘉玲也迎来了自己事业的巅峰 还被推荐到省城培训 他满心欢喜 只是他不知道 在他走后 现场里已经风云大变了 张克南难忍怨气 和黄亚平分手之后一直郁郁寡欢 这一切被张妈妈看在眼里 于是他在知道高嘉玲是走后门才有的工作后 举报了他 高嘉玲还没回来 各部门的通报文书就已经下来了 撤销高嘉玲的工作及城市户口 遣送回所在大队 高嘉玲最后还是回到了自己的乡村 他走在那条公路上 心里难忍心痛 这条路 他来来回回地走了很多次 犹如他的经历 短暂而曲折 他本以为村里人都等着看他的笑话呢 可他没想到 当他灰头土脸的出现在家乡人面前的时候 家乡人给他的是各种安慰的话语 他感动得不知说什么了 只是拿出他随身带的烟散给乡亲们 而此时他也得知乔征已嫁作他人妇 即便如此 他依然去求他姐姐的公公 村支出高明楼 求他给高嘉玲安排去教学 因为据说家乡的那所学校 因为学生增多要星天一个老师 德顺爷爷感慨地说道 多好的娃娃 此时的高嘉玲已经气不成声 趴在乡土上大声痛哭